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我们应该用起码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 来关心自己的身体 拿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养心 关心自己的心灵 这样一个续心能 增体能 续物能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我想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这是每个人身边都可以做的环保 包括精神的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 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廖小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同事环保事业十余年 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 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环保人士 512地震后深入地震重灾区考察 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申请了帮助灾区重建家园 和社会保障的乐和家园项目 本期节目 廖小义与您共同分享自己的环保情节 我们为什么要做环保 我一个朋友 他要写一个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一个论文 当时我们受的教育权是要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 他写的是改造和适应是人与自然的两种基本关系 我就连适应那个时候 我都不适应这词 结果就跟他争议 我相信市场技术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 包括环境资源问题 但是为了说服他 我就是需要去找些资料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世界范围里的大规模的环境灾难 我那颗 其实原本藏在心中的自然自自的心就被唤醒了 于是就走上了环保之路 其实每个人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解 平常我们可能太忙了 被各种各样的知识 各种各样的事物蒙住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见一个小动物 看见一片被砍的树桩或者看见那个温暖的山川 也许我们这样一个情就会燃出来 但是一旦真正的你的这个心打开以后就觉得是不可收拾 基本上是一个不归之路 但是这条路让我感觉很幸福 这是一个渐入家境的生命之旅 随着你的所谓的困难 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你会感觉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源 人走上这条路真的是很幸福 如何做环保 很简单的九个字来说就叫 稀物能 续心能 增体能 稀物能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气候变化 或者说讲环保啊 不要只是旧环境谈环境 如果你把环境当成一个将死的一个资源 一个物质 我去节约它或者是它污染了 我把它治好为我服务 那个不是真环保 你也得不到幸福 你真的是把万物当成母体 你就是这个母体的一个胎儿 你对万物是一种很西乡连育 真的去珍惜它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自己想办法来减少 对资源的浩劫 对资源的消费 对资源的消耗 在生活中间点点滴滴 尽可能减少对资源的消费和影响 都是在做环保 不是说是只有我天天拿着探测仪去检测环境 或者说垃圾分类 当然垃圾分类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全部 我老讲有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垃圾分类的回收中心 看见一个特别时髦的女孩 她就说她怎么环保 她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纯粹的环保主义者 就跟我们讲环保 我说倒挺好 我说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她说我隔几个星期 我就会把我的回收的东西 拿到这个地方回收 而且我自己开着车到这里来 然后她就打开她的那个 要回收的那个袋子一看 在我看来就可以开个小精品店 然后我就在想 她如果把消费当成全部 她有多长时间来关心自己的身体 有多长时间来和亲人说话呢 而且她消耗这么多的资源 虽然她在不断地回收 又要消耗多少能源呢 所以我不认为这样是一种 真正的环保人的生活 这个文明的误区 或者说我们狭义的环保的误区 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只关注 那个有形的物质 于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消费机器 和生产机器 这样子的环保其实也是没有意义 那么续心能 就是你会把生命的绝大部分 不是拿来无限地去消耗物质 去占有物质 而是去养育自己的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每一个关心自己生命的人 每一个关心自己心灵的人 就是愿意去追求 愿意去寻找 去体会那种宇宙大爱 从中获得快乐 愿意寻求自己心灵的宁静的人 因为他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 用来体会他的那个共鸣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养生 而不是去不断地压榨 那个有限的物质 再就是增体能 平常再拿点时间来打坐 练点太极 搞点运动 多关心自己的身体 比方说少用空调 这样增加你皮肤的耐热和耐寒的能力 同时的话也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 比方说多吃素 这样的话 也对自己的健康有好处 当然还有一些 像说血骨琴啊 练太极啊 到现在就是几乎所有的病就没有了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从开始的时候 多关心自己的健康 多关心自己的餐桌 如果说我们现在 对自己的餐桌 对自己吃下去的东西 都不关心的话 我们更不可能去关心我们的天空 我们的河流 所以环保是可以从自我 从自己做起 回归生命 回归到我们身体的本源 所以我就觉得环保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好像是环保人群的 一个专业行为 事实上它是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一种生活状态 每个人从身边做起 把自己的生活呀 不要全部把它耗费在追寻消费上头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 起码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 来关心自己的身体 拿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养心 关心自己的心灵 这样一个续心能 增体能 续物能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我想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这是每个人身边都可以做的环保 为什么要回到乡村 我其实也走了这么大半个世界吧 最后一步一步为什么回到乡村 我其实也是像很多 我们在现代文明中迷茫的人一样 我追寻西方的文明 我觉得西方的现代化 可能就是给中国带来福祉的一条路 但是我后来 我发现这个现代性出了很多问题 它想从自然的所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其结果呢 全球的生态危机 它想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结果是普遍生命意义的丧失 它想从我们有的时候 贴上专制的标签的那种束缚下 解放出来 其结果是大公司的统治 跨国公司的统治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明到 后来是有问题的 我就才发现 其实这个现代文明最大的问题 就把做人这个东西忘了 所以我希望寻求一种新的文明的方向 但是我不认为西方文明 能够给我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呢 我在十年前才开始回家 回家我就发现 我们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样 完全不知道我们家有些什么宝贝 而我们的中国文化 它讲的就是怎么做人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边 其实有很多的答案 就需要我们去理解 去把握 我觉得这个给了我很多的 启示和滋养吧 至于后来怎么到了乡村 那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 就是天下新王匹夫有责 作为一个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有一份责任 觉得这个文明既然有问题 那么我们除了自己修身养性 应该做点什么 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环保以外 我觉得像西方式那种环保 就是旧环境来谈环境 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应该是在中国文化 它讲的是那个绿是生绿 就要生到生命 生到心灵 它是一个权绿 就是整个一个生活 一个完整的生活 生产的系统 当然中国文化的还有一个绿 是原绿 中国式环保其实很简单 就是顺应自然而已 就是你顺天顺地 顺自然就是环保 你简朴就是环保 可是这样一个环保的理想 在现代的城市文明 我认为几乎不可以实现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地方 最后我看到了乡村 因为我走了好多的乡村 当然是指那些边缘的 还没有被城市文明 所污染的那些乡村 他们那样一些生态智慧 乡土文脉 还有养生智慧 也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我就觉得乡村 是可以创建一种新的文明的 512地震以后 这么多人在关心 这么多人在救援 同机会用经费要支持 这么多的爱心人士 也愿意出功出力 那我就想 那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废墟上 建立一个新的生态乡村 我们叫乐和生计 乐和伦理 乐和人居 乐和治理 还有乐和养生 就这样一个生态文明的 五个功能系统 其实我们是可以 在一个乡村来实现的 而这些在城里都比较困难 所以我还是觉得 一种新文明的希望在乡村 然后乡村引领城市 毕竟乡村是我们的五体 它不光需要我们的养护 而且是我们这些孩子 需要在这个回乡的路上 去找到生命真正的 它的魅力 找到生活的意义 去寻找高品质的生活 去寻求活着的理由 我觉得乡村 可以给我们提供 很多这样的契机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 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你们中国人很幸运 你们有儒家 有道家 还有佛家 那些儒道师 就是中国的 公益的遗产 它会告诉人们 如果我们不利他 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好 我们个人也不会好 优密网特别制作 问答节目 在路上 公益组织是怎样运作的 像这种公益组织的资金 一般是来自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一些公益基金会 现在不管是官办的 民办的 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钱交给 像我们这样的组织 去做好的项目 再有一块 就是现在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也是会有一些项目资金 来给像这些民间的一些组织 或者说是社会企业等等 当然还有些有善心的个人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余力 来做一些善事 那么这都是支撑我们 这样的组织生存的一个动因 当然了我们像公益组织也好 所谓社会组织也好 它肯定不会像商业的那样 这么高的待遇 但是它会收获其他的一些 拿钱买不到的幸福 还有健康 有没有盈利模式 就做公益和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时候 社会企业它本身 有这种盈利的模式在里头 只是这个利润部分不分红 它可以根据经营的情况 有比较高的薪水 让人羡慕的福利 它只是把利润呢 拿来要么再返还于 做这样的公益事业 要么就是建基金 再来做善事 这是唯一的不同的地方 从经营的方向是一样的 当然目标是不同的 如果纯粹的商业企业 就是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而社会企业的话 一定是要符合 社会利益 众生利益 为它的目标 中国人的公益事业 靠什么传承 如果说西方人的公益 靠宗教的话 其实中国的公益 是靠道德 所以其实中国是有深厚的公益传统的 我前不久参加过一个公益论坛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中国没有公益传统的话 它不可能一脉相承五千年 结果呢 就在下午的一次 英国首相布莱尔参加的一个论坛上 我就听见布莱尔在那讲这个问题 他说 你们中国人很幸运 你们有儒家 有道家 还有佛家 这些儒道石 就是中国的公益的遗产 它会告诉人们 如果我们不利他 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好 我们个人也不会好 那么中国人是从小三岁 七岁 就开始了这样一种文化的清云中间 学会互以对方为重 用梁树敏的话 叫做无对的 尽量不冲突的 何为贵的一种文化中间 成长起来的 所以呢 中国人实际上 他本质上是抱团的 这抱团的东西就是公益 当然中国人的公益 它很有中国的特点 它是很绵长 也是很深厚的 就在于 它是要从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要把自己修为好 然后呢 把家里边的小公益做好 然后把邻里的公益做好 把一个企业的公益做好 然后呢 才对社会 它是这样一层层往外推的 那么 他如果有了什么想做公益的事情 他首先想到的是 回正乡里 中国的古人呢 他如果在外头出息了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 怎么回乡 造福乡里 这个西方 它是个陌生人社会 而乡土社会 是个熟人社会 现在呢 我觉得我们的慈善界 更多的是西方式的公益 就是想捐款啊 捐赠 比较少的 想到要回馈乡里吧 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想走一条中国式公益的路 就是身体力行 回馈乡里 所以我现在回到了重庆乌西县 做一点点小公益 那是我的家乡 那是我的祖上生活的地方 我这个外公的爷爷 就是个做公益的人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农人 就是从几分地开始 然后把孩子弄去读书 最后做一点小生意 挣了一点点钱 就要回到乡里来修桥啊 铺路啊那些 还有一个我外公的叔叔 也是组织大家搞什么清明会 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族上的人要搞些公共的活动 大家一个人出几厘钱 凑了一份公田 在这个上大家打义工 这块公田上卖出来了粮食的钱 就拿来做清明节时候的 大家的公共活动 所以就是从我本人来讲 还是从我们本身的家族来讲 还是从中国的文化历史来讲 我觉得中国的公益传统 其实都是很绵长很深厚的 在中国的这么漫长的文明中间 它主要是靠道德的军染 来传播公益的 如果我们今天 大家都来把这样的公益传统捡回来 我们离开乡村的孩子 不要忘了那些根 那么我们在外边 发达了的富人们 想到去造福乡里 如果一个富人 能够把自己的一个村做好 我想我们的乡村就会很有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